大家好,我现在在河南郑州 现在啊,今天我是在郑州市区院 看到我身后了没有 身后有一栋小房子 然后是在这个居民区啊 我身后是一个居民区 然后这边有一座红砖器的房子 看上去很古老的呀 一直没有拆,不知道为什么 今天过来带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位置啊,就是在两个小区的中间 这里是一条马路 可以看到啊,非常的显眼 我们站在很远的地方都很显眼 这座很有连带感的房子 同它周围的那几个树啊 都被圈起来了 看上去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 不知道为什么在这样一个 高楼大厦的一个市区内啊 会有一栋这么老的房子在这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这种房子是占了 这个马路都已经占了一半了呀 从这个马路过来 可以看到旁边用水泥呀 都给它砌起来了呀 感觉整个保护起来了一样 我们过来看看 这就是一栋很普普通的小房子呀 可以看到是个小红砖砌起起来的小房子 我们先环绕一周 看看这个房子有什么特别的 我看到这个房子都已经开裂了呀 看见没这个房顶 这都裂开了呀 这以前应该是土堆 你看这边 现在都已经用水泥给它砌起来了 这上面还可以看到钢筋呢 我们到这后面来看一下 从外表上来看啊 它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房子 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像背面 这个地方以前不知道是做什么用的 可以看到这旁边都已经建起来了 建起来的是居民区 都是楼房 然后那边是马路 是个高架 现在我们到近处看看吧 不知道能不能进去 它这里有一个楼梯 我们在楼梯看看能不能上去 它这有个门 这边有个红色的大门 应该是锁起来的 应该是进不去的 平时应该进不去 我们从这个窗户看一下吧 哦 看到有点剩人啊 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里面好像是供着一个香炉 好像还有财神 八方来财 还有几个 还有几个葡萄 看见没有 葡萄 好像是一个 类似一个庙一样的地方 这里面还供着 可以看到这边 还供着很多的菩萨呀 供着大大些小的很多菩萨 难道这个地方以前是一个庙吗 但是感觉庙的话 应该不会这么简陋啊 所以这个地方真是很奇怪 这放了啥 塑料袋里好像放了一点东西 可以看到这个楼顶啊 都已经有点漏风了 感觉这个楼顶下雨的话肯定会漏水 不知道这个地方是干嘛的 这也没有人 有人的话可以问问 里面可以还看到有工具 然后这边还放了一瓶水 这个水是打开了的呀 这个地方是干嘛的呀 你们知不知道 也不知道 好像是个土地庙还是什么 我看里面还供着菩萨 对里面还供着菩萨 好像是个土地庙 应该是 但是这个门打不开 里面还有香炉 里面我看了里面还有香炉 对 里面我看了还有香炉在里面 你看这里面还有香炉 还能烧香 那边还有财神 你看还供着财神 对 他也肯定不敢拆 对 刚刚问了一下 这旁边住的那个老人 他们也不知道 这到底是干啥的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知道 这个房子是干嘛的呢 欢迎大家评论 给我说一下 那这个视频我就拍到这里了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给我点赞